欢迎大家出席香港辩论超级联赛第七轮网赛 今天的辩题是 假如你知道世界是虚而的,应或不应公告天下 对赛双方为甲方,补血会上至英文书院 粤方,德兰中学 现在让我介绍双方辩缘 甲方,储辩,吴欣乐 第一副辩,软如心 第二副辩,龙子欣 杰辩,张荣荣 岳方,主辩,苏玉山 第一副辩,梁欣欣 第二副辩,杨可怡 杰辩,陈思文 我们很高兴请到三位评判为今场赛事评分 他们分别是,岭南中学中文辩论队前队长,邓凯明先生 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书院辩论队队员,李永恩小姐 香港大学粤语辩论队前队长,苏建云先生 本场比赛分,主辩,台上发问,一副,二副,台下发问,结辩,共六个环节 发言时间是4,3,3,4,每次发言时间结束前30秒有一丁提示 叮,告终则有两丁提示 叮,叮,超时15秒则有三丁提示 叮,叮,叮,将会扣分 并不信,明白到网络或有遲缓,甚至听不清中声情况 所以每次叮叮的时候,本人将以 一,二,一是代表一丁,二是代表一丁,二是代表两丁 叮,呃 邊緣有責任留意螢幕,亦不應約,嘗試用盡15秒緩衝時間。 詳細賽規已經發佈給各參賽學校,請問雙方有沒有問題。 沒有的話請先由正方主便發言,你有4分鐘時間準備好請向鏡頭點頭示意。 還是? 最後各位大家好,先為賓崎字眼落定月。 成語哲學家尼克巴羅斯,佛黃帆提出的無異理論。 虛擬世界每個天一切建策都是被模型出來的結果, 人類在數碼測得一部分,受第三方控制。 不知虛擬世界下人類是無獨立思想和同位, 世界是怎样 我喜欢哪个 都是由第三方一早设定好 不会虚拟世界的我们去被动接受 其实要注意的是 那种立场从来不是说要定性虚拟世界是好 还是不好 编题的讨论关键在于 都是得知原来这个世界是虚拟 人有机会被操控的时候 他们是否需要知道这个事实 讨论编题转质在于 不知真相能否促进人类文明发展 我看设立编题有意义 第一 尊重选择权利 成为巴勒人权中心主任佛罗维尔所言 个人和法体都有权调解真相 尤其对于受影响的前任者而言 他们有权知道自己在事件当中的利益和损失 在虚拟世界里面 大众并蒙在鼓里 按照第三方的操控去实斥 所谓自己的人生 和将其途章有什么分别 因此 只有报知天下 他们才有选择权去主导自己的人生 但有人可以心心命底 选择继续受第三方操控 也有人不满被操控 可以选择第三方作合讨论 协商甚至和谓不同 而对于在虚拟世界里面 身处虚拟世界里面 从而去夺判断 例如 世界一直对于是否存在 创造世界 佛家因果循环 外星人侵略地球 另一人共济世界的理论 都存在很多的分别 大家都有权知道这些资讯 被选择权他们 去选择相信与否 和自己的信仰等等 反问 在有风格室地下 人类是否应该知道 这些宗教和妥恕的存在呢 还是有风格宾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继续被人掌控都没问题呢 第二 造谷社会令世界降暴 人类文明发展的过程中 就是透过不断提出新研究 新发言 从而令世界更加降暴 例如 资力研究世界时刻虚拟的特斯 跟蒋马斯克都提出 让人类知道自己被电脑的控制 但是 在虚拟世界里面 就可以使用大脑里面所集入的数据 解决施章 听章 压肢海蜜症等的疾病 就是说 用虚拟世界的数码词 可以解决病痛提高医疗效率 改善人类生活质素 可见 告知天下真相这个举动 可以令生活质素更加好 情况和提出新的学说的道理一样 郝伯尼 告知公众日生说的发言 有根满有引力的观点 原浪萍水道习交组织的研究 其实都是将自己的法庭导致世界 从而吸引更多人去讨论 关注 测试不同研究的学术 如果没有真相 人根本没有机会去探究虚拟世界 真实世界 说的事实有真实 只可做接收资讯的惊吓人 同无讨论 无论可言 反之 当提出开议世界的发言的时候 可以令人有关在这里自己做的些什么 以及开点新的研究方向 最后 真是有工同学 如果当初新学说新发现都无工具 给其他人知道 当初还可不可以诞生呢? 但是 怎样都觉得世界是完全需要进步的呢? 多谢各位 政方主编发言时间为3分47秒 无超时无需扣分 主席 不好意思 我的分子现在还是feel only 所以可不可以麻烦静一静? 明白 明白 请问另外两位评判的分子是否feel only 还是可以评论一静的呢? 都是feel only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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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 很高兴 積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已经联络了老师,可能要再等一会儿,因为他未有服务,可能我们开始了反方的发言 然后是反方逐遍发言时间,你有4分钟时间,准备好请向镜头点头示意 继续各位,有方今天最大论点是选择权,但选择权不是唯一有凌价性的标准 有方错,错再不衡量后果,共众选择权在某些层面上重要,因为社会大众可以合力解决问题 知道了有利事情发展和解决,所以全球暖化我方同意要公布天下,攜手合作解决问题 但世界是虚拟可以怎么解决呢?知道了的人解决不了,甚至选择解决自己 选择权是否凌价于一切后果呢?现在正式欢迎各位登陆虚拟世界,请注意以下提醒,否则后果致富 虚拟世界的意思是指除了世界是虚拟的之外,你一无所知 身边的人是宿居,还是虚无意识,还是有血有肉,纯粹掩棄骗你,你不知 世界为何虚拟,世界背后有无操纵者,操纵者有无抹杀你的手段,你不知 而公告天下,是指你要用尽一切方法,令所有人知道这件事,不分类别,越广越好 最终各位衡量禁入变题,就要看看对于你自己,以及对这个世界有什么实际影响 去判断值不值得公告天下,还是或只给自己知,只给信任的人,或少数有能力的人知呢? 不认公告天下,原因有二,一,于个人而言,危机 有方说求真,可以,但同时间,任何人都会求生 舍身忘死,不是上态,也不是值得鼓励的事情 以现世经验来说,一切虚拟的事物,例如虚拟货币,虚拟暗刊 都是被创造出来的,那虚拟世界背后会不会有主宰存在? 又会不会因为你想揭穿这个世界最大的秘密去抹杀你呢? 再到下一步,如果人们不相信你,那揭净所能去公告天下的你 就可能被视为精神病患,被视为造谣身事,扰乱社会 有机会袭击你,危及到人身安全 如果人们相信你的公告都麻烦,因为随着越来越多人相信你 当权者就越可能视你为破坏社会秩序,破坏稳定的毒瘤 例如各地宣布世界存在末日的邪教首领被捕 例如违反主流,坚持日心说,正确没误的加利略,被迫认罪,被远禁止死等等 以上种种可能,有哪种友方敢说一定不会出现 存在各种安全危机,友方为什么要这么冒险呢? 第二,对世界而言,混乱 对自己来说,当人知道世界是虚拟的,就可能会质疑自己所拥有的 所付出的,所感受的,会不会是虚拟的? 世界观受到冲击,有机会造成精神崩溃 或者被负面情绪推动,去做那种过激的行为 例如自残、自杀,甚至伤害他人 例如每一次末日预言灭亡日前夕,都总有人去犯罪 有人会去集体自杀 对其他人来说,当世界的真假都质疑不信的时候 人和人之间亦会被此猜忌,慢慢扩展至质疑道德价值观的真确性 例如,当人警觉反正自己得到的东西都是虚拟的,就会放弃争取 甚至漠视道德 例如,很多人打机都会乱开枪,乱杀人 因为他们觉得虚拟世界不需要这么认真 正如剑桥大学心理学教授Veronas Onara所说 当人失去了信任,社会就不能够维系 最后请有方同学回答 公告了世界是虚拟之后 知道世界是虚拟的人,除了得过知智 还可以有什么实际行动 去找你所说的出口或者真实世界? 多谢各位 反方主变发言时间为3分50秒,无超市无需扣分 请问评判现在有可删写的分子吗? 请问评判现在有? 可以了,麻烦你吃 但可不可以麻烦给我们半分钟? 好 谢谢 不好意思,我那张也跌不到,谢谢 好,明白 我觉得是OK的,谢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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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任何人都可以存取到 谢谢 没问题,我再提一提,比赛或者可以继续进行主线 因为我都会抹下方,谢谢 谢谢 谢谢 请评判注意填写分数的次序 反方分指第一格依发言次序是回答分数,第二格才是发问分数 好,现在请由正方自由派出一位台上原发问 你有一分钟时间,预备好,请向镜头示出 可以 可以 甲方同学可以再试一次 那个麦 是麦 好 可以 好 各位大家好 我刚才的主片发言 他们就说 这样说的话 就会引起很多的危机 就令到世界很困难 还会有可能有些人伤 就让你神经病 那是否呢 那想问我刚才说 是否在这些情况下 就什麽都不应该做 就只是帮别人减弱他们以后的人 香港人要是怎样选择呢 是否以后做棋子最好呢 做或者手下的棋子 什麽都不说 选择权有没有 知道真实权力就是最好呢 各位 好,现在到反方主便有一分钟时间准备 开始 敦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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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叮,时间到,接着是反方主编,现在有一分钟发言时间,预备好,请向镜头示意,叮。 有方跟我说我们是否什么都不做,我们根本没有说过什么都不做,我们可以跟信任的人说,我们不一定要公告天下,公告天下可能会影响自身安危,引起控制主要主意,可能会面对危险,可能我们会死,真相就埋没了,世界人永远都知不到真相,难道这才是有方你所要的结果吗?多谢各位。 接着是轮到反方公辩,反方请自由派出一位台上辩员发问。 主席评判,大家好,两个字概括有方的内容,求真,求真不是错,有方错就是以为求真可以凌嫁其他一切的普世价值,错。 主席评判,马斯特需求的理论也好,欣海光的人生的意义也好,也好,这些都是指出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是被有方说的求真和仅重要,甚至是更加基础。 请问有方,一个负责任和有道德的人,在无法作出任何保障的时候,是否可以为了求真,可以漠视其他人,甚至是令人承受无出口的痛苦呢?多谢各位。 正方主编已经有一分钟准备,开始。 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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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現在又被人捉呢,又被人去歸缺,沒有,所以見到現時底下,是根本不會有任何的問題出現,多謝各位 台上發問環節結束 現在輪到正方第一副面,你有三分鐘時間,準備好,請向鏡頭攝影 試咪試咪 可以 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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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有些前立场都是要讲,所以想问有没有可能 你讲了这些小人之后,你前面会有什么后果呢 你怎么确定这些小缩人,不会遭到其他人才 最终成全部人都知道呢 有没有可能觉得,我正常讲了小人之后,不会有那种所谓的跪伤 我见有没有可能立场不清,就是约终于有没有可能 所以我一讲,解决不了困难,所以我就不再说 所以有可能,你再也没做就觉得,可能会有危险 今天有什么事可以做呢,有没有100%确定了才会去做呢 在法国大革命之前,其实当时第3阶级的人都无论过去穿回国民 西斯兰,他们要留,回营仔村,有同学 同样的,我今天虽然不找这么多的东西,虽然找到我的状态 我都是首先要先说出来,有可能就有了 不是的,我都不说出来,我被人当成为精神病 所以我是害怕的,我不可以说的 但是现在是问我,提出过这些东西 好像李宗马先生等等 他都提出过,虽然是世界利用的 他会被人当成为精神病呢?没有了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不知道世界真相之下 会用于不同的学术发生,才会有更多的新学术 然后呢,有个同学会认为中国自身上 回到实际上,在实际上是怎样的呢? 原来,这个资料的分析是 超乱失败的议员,才会提升到人类的科兴分明 我说这些选择是有没有这些好处的 那条电脑的家庭办法都知道 说世界区域呢,可以帮助回来我们核心中有很多迷范 不然知道科充的产生,这种科充的产生,没有更快的速度 最后可能那个人的天文和核心成为了超光处性的 但是那个立场不说,通通都没了这些口串 然后,看了很多人的背景,是怕会有这些困难的事 怕会令人精神崩溃 那又有个人,为什么叫立场? 就是那些人操控他,精神崩溃 现在有很多神库,都是觉得神可以处在天下万一席 为什么会帮助所说,而不兼议呢? 然后有个同学说,不是呀,今天呢 人是驱逐人之中会恿杀人 虽然我说的相信大家就会要恿杀人 虽然有个堂还没玩的 常常有几次杀人 起码但是可能会受不错 那次在这时候 我说过这些团码港以后 我的堂所要的背缺 我会恿杀人 我当然要看你我自己的心 所以有个堂说什么 所以沉新、新、新的过程 都是很害怕 都是一开始过来的行方 明不确定 但是問題是 我的好處呢 就像以前那樣 我講了之後 真相一開始都會有波格 但如果我不講的話 就有近民的後果 然後入了台中的後果 就是因為自己的世界 覺得講的真相會有混亂 不如我幫全世界確定了 問題是你為什麼確定全世界 不想知道真相呢 因為時光幫了其他做正 反而是沒有殺真距離的 但因為就算做者開心得住 我也要不要真相 不是那個人生發了各位 甲方互發言 不好意思 甲方聽不到甲方大部分的發言 請問另外三位評判聽不聽到 是不太清楚的 勉強聽到的 對 都是勉強聽到的 請問甲方 那需要不需要時間去處理自己的技術問題 例如是從… 不知三位評判會不會覺得呢 即是如果要重新發展都可以 如果比賽途中 有任何技術師 我可以暫停比賽 如果要重新連線 超出五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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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等候十分鐘 成功連線 或依舊接收不良 則按以下情況處理 好 賽事只有腰斬 斷線一方 只能夠出現三流 分差則案 除了兩方 各層性的分差計算 互參賽學校 合法 一方 更確保自己的網絡穩定 不好意思 絕直我們不是全市 你不需要重新的 因為他們聽不清楚,所以想問一下三位評判和有什麼同學會不會重新發揮 但是看看整個位置以後 我相信那個收音的問題可能是源於我不知道你是在用iPad還是用什麼的 抱歉,我一直聽到回音 大家會不會都聽到一些回音,可能是主席發出 應該是要 你的後置鏡頭,你試試看你的後置鏡頭 現在應該沒事 是的,因為我剛才應該 你先瞄準一下 因為剛才你比較接近這個鏡頭,裝置的時候 你說話的聲音是清晰很多的 所以我覺得有機會可能是你發現的時候不會污下身的 所以可能是那個距離的問題,就不關那個網絡的問題 應該是了 請問雅方同學需不需要時間去更換你的裝置 我想不用,要是我們發言的時候再對準一點點 大聲一點點 好,那給大家聽 你好 你好 這是 粵方的 老師 我都發現好像我說的每句說話都是有回音的 我想說一個剛才的觀察 就是我看到其實是但凡隔方的前置鏡頭是在開啟的時候 任何其他人一發現就會出現一種沙沙的聲音 那我就建議隔方同學當不發現的時候 就前置鏡頭就一定看了它 還有我也想問回隔方同學你們的後置鏡頭 是不是一直都在開啟,沒有啟聲的 那是因為你們想在這裡收音還是怎樣 因為如果不是的話 會不會隔方同學的後置鏡頭可以開啟聲 我想會令到你們那邊的收音會清晰一些 我們的後置鏡頭一直都在開啟了 可能我們有一個難牙音箱的問題 所以有一點點關 我們都會確保我們在接下來的比賽都會 不快要開啟聲 你們現在是確認我 我正在說話,同學可以先關掉你的前置 現在就會正在插 因為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看錯了 我想問問其他的主席或者其他的評判們 你們看到隔方後置鏡頭現在是否在開啟的狀態 因為剛才同學說他們一直在開啟 但是我看見他們應該好像還沒看見 他們沒有看見 他簡直是沒有進到G咪進來的 就是好像平時 好像平時學生上課 簡直是沒有連接過音樂 我明白 那歸納是不是現在的處理方法是 其實凡其他人發言的時候 就是隔方的前置鏡頭確保沒有開啟 然後當隔方同學發言的時候 就比較接近前置鏡頭 那應該可以令到發言清晰些 可以的,我就會配合 我可能再說一點點 因為關於距離的問題 那我擔心可能隔方的同學 如果經常要污下身的話 其實發言是不太方便 那所以我自己就不介意 隔方的同學可以半張椅子坐下 那我不知道其他兩位評判是否介意 我完全不介意,沒問題 可以的 請問隔方現在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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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問題 那比賽 比賽 比賽 剛才正方第一副面的發言時間是3分 11秒無超時無需扣分 接著是反方第一副面 你有3分鐘時間準備好 請向鏡頭示意 請問隔方現在聽到嗎 請問隔方現在有問題 聽到 準備好 主席、評判、序族各位大家好 今天右方為了真相都寧願違背道德進行一切的研究 那是不是連人體研究都要繼續呢? 右方為了真相又是否可以真的不離一切呢? 而今天右方也想請右方的二副論證 是怎樣跟第三方進行討論 還有請右方論證是怎樣跟第三方進行討論 而今天右方同學也說了疫情 但是右方同學說疫情是可以改變的 但是你怎樣去改變你留在虛擬世界這個情況呢? 右方同學改變不了 所以右方同學請不要再用疫情留在虛擬世界作比較 而今天右方也答不到我方主編最後問的 知了知後具體實際行動是什麼呢? 你可以在哪裡找到出口? 答不到 就算是假設右方取得中美歐盟所有元首的集體信任 右方又可以有什麼行動去找出口? 還真相呢? 而求真? 右方說不通? 右方說的是求生? 右方都拼不到 主編提及加利略提出有為世界認知的 日深雪遭受迫害 反應的邏輯就是 當你將信息公告天下影響到當權者的時候 將可能會承受巨大的風險 乃至喪命 如果是自身死於盜愛的性人 無需衡量得失利幣成敗 只求單一價值的偉人 這樣做當然受人尊重 但未必由選擇性地宣告 又或者是盡量安全地散佈信息這麼明知 也不是變題中的你、你、你等平凡人應有的處理態度 我們看看現實的例子 2011年台灣以違反社會秩序 將預言台灣十四級大地震的風水大師黃先生拘捕 2012年中國也逮捕了 101個宣稱世界即將毀滅的全民神教徒 而剛好變題中的你 是不允許散佈言世界穩定和社會安寧的中國指紋 沒有人信你就視為造謠 輕則入院、眾則入獄 多人信你就視為動搖社會 都是入獄 為何要公告天下呢? 要說為何不只是跟信任的人說 或者跟一些有相關研究的學者探討呢? 開記之餘有光刀害人 聽著真等於好、假等於差 這個概念並非必然 再者各位有沒有聽過我善意的方言呢? 舉個例子 爸爸過了身 媽媽選擇跟未懂事的子女說 爸爸去了很遠的地方做事 等幾年之後你們大過 再跟你們說爸爸去了哪裡 按照有方的邏輯不行 要求真 要公告全家知道這番說話是虛擬的 結果就令到本身可以健康平靜地成長的小孩 情緒崩潰而找不到情緒的出口 有什麼禁應呢? 令天下人置身於由方都論證不到 怎樣改變的網言處境中 是自以為是這麼高舉真相的旗次 而跌下來插穿每個人的心在有什麼禁應呢? 謝謝各位 粵方一副發言時間是3分02秒 沒有超時無需扣分 接著是正方第二副便 你有3分鐘時間 準備好請向鏡頭示意 貼心 聽不聽到? 聽到 請問可不可以再試一次? 試咪試咪 聽到 有三分鐘時間 鏡頭示意 可以 定 有方陀螺的一副一出來就問我們怎樣商譽 有方陀螺你說到第三方真的這麼厲害 他們一早觀察到 為什麼我們不可以跟他們商譽 既然他們都已經知道 我們已經知道他們在操控我們 我們就可以跟他們商譽 不明白為什麼有方陀螺不理解這個問題 還有各位大家很聽 有方陀螺一副發言不難發言二十三大謀螺 有方陀螺一開始就跟我們說 會有危機 但是為什麼一定會有危機 有方陀螺完全沒有交代過 我方都說了 不可以一定去定性 他可能很可以是壞 第二問題是有方陀螺 今天根本就沒有認證 究竟為什麼一定是差 之後到台下發問的時間 問有方陀螺是否認為這個世界是怎樣 所以有人繼續做一隻造物者的棋子就是最好 有方陀螺竟然跟我們說 不是啊 我們可以先告訴小少人 有方陀螺沒有認證 為什麼這樣會有起更大的危機 但是他們這樣做 其實只是剝削其他人的知情權 而有方陀螺整場都只是在封口說八話 第二 有方陀螺跟我們說 會令到社會混亂 有方陀螺一半就問你 新冠肺炎開始的時候不說 讓那些人自己發現就是最好 那會不會引起更大的恐慌 有方陀螺不敢回答 反而跟我們說什麼呢 新冠肺炎因為他可以改遷 有方陀螺現在是一個選擇 你可以選擇去改變 也可以選擇去不改變 不明白為什麼有方陀螺說這兩個 是同一個情況 有方陀螺今天論證不了 一個人可以使用一個秘密 不讓任何人知道 他反而還說 我們可以讓小少人知道 這次其實有方陀螺今天是自傷盲盤 他們都知道的 一個人是無權剝削其他人的知情權 但有方陀螺今天所做的一切 正正在掩飾真相 有方陀螺那個八年一提出日心說的時候 都有引起恐慌 都有令到社會混亂 有很多人不相信他 跟有方陀螺口中所說的情況一模一樣 按照有方陀螺的邏輯 你就是覺得他們今天是決定錯 變為天文方面永遠不要進步就是最好 最後有方陀螺就是不想人類文明有任何的進步 今天永遠原理達步就是最好 有方陀螺又跟我們說 人們不會相信 有方陀螺今天的立場就是 令到全世界一起不要再進步 有方陀螺其實布魯樂 看出無限宇宙的時候 即是宇宙中有無限的星系和星系 都是一個完全不確定的託說 但他選擇講的原因是什麼 不是好像有方陀螺這樣想 會令到有很多不同的混亂 會令到有很多不同的問題出現 而是他希望可以令到人類社會前進 今天有方陀螺的立場就跟他完全背動而接 還說什麼人體實驗 他不是有方陀螺 今天我們是說的 他不要選擇 而這些是不可能令到我們科技有進步的 各位有方陀螺出動 又是同被問出的各位 甲方第二座面發言時間是3分04秒 沒有超時無需扣分 然後是月方第二座面 你有3分鐘時間 準備好請向鏡頭示意 請向鏡頭示意 美鳳姐 美鳳姐 準備好 主席評判聚藥各位大家好 今天友方的世界很可笑 他說原來第三方是不偉大 原來第三方不大 友方同我想問一下你 政府大不大 他統治到一個世界大不大 為什麼你可以覺得我們和第三方 是一件這麼簡單的事 而且我方一虎剛剛都問完友方 你怎樣討論?向誰討論? 其實友方都答不到 其實他也知道討論是根本沒有可行性 剛剛友方又說知情權 又說舒散權 我只是想問友方一個問題 國家機密政府給不給你知? 不給你知嘛 為什麼你還要執著全世界人 都要知道你的問題? 其實 友方從頭到尾都否定不到 打草驚蛇之後可能會被主張抹殺 可能被當權者拘捕 進一步趕實例 友方都沒有回應 提出那百幾位公告天下世界末日之後被拘捕的人 論點一自身安危成立了 論點二世界慌亂 友方說不出他會對一個丧父的小朋友公告真相 你爸爸死了 你醒一下 因為友方都知道會帶來痛苦 而且是沒有了益 2012末日預言超過5000人向美國太空總處 查詢末日真確性並表露自殺意圖 阿根廷要封閉污理多爾科生意 避免民眾集體自殺 為此法國南部都封了世界末日被爛穿比加拉澤 遺憾的是每當由世界末日 世界虛擬論和世界末日論都真的有人集體輕生 例如奧姆生理教和太陽聖殿教都有大批教徒因此自殺 更甚者是有人發狂殺人 好像2012年尾美國多宗槍 校園槍擊案一樣 友方公告世界虛擬令人質疑自己 質疑所擁有的一切和感情 大量輸出猜疑失落傷痛和迷惘 應絕對不應 兩個論點二外我想說 公不公告天下友方你有選擇 盛盛受痛苦其他人其實根本沒有選擇 但今天友方你選擇了公告天下 不必要更加有問題 問題就是人類最大的痛苦之一 就是知道了一件事想改變而無法改變 友方向我想求真而說不出何而求真 公告天下只會令更多人想改而無法變改 不痛苦嗎? 我方想跟你說其實真的很痛苦 多謝各位 岳方第二負面發言時間是2分28秒 沒有超時無需扣分 現在進入台下發問環節 每方各有兩輪發問 先由正方派出一位台下變元發問 請你必須開啟鏡頭 請你必須開啟鏡頭 你有一分鐘時間 就是港北紫常知这个世界团队 正正就令到你所说 那些杀人啊 暴徒服务这些事 这些的情况呢 通通都出现更加少名 而最主要是呢 如果今天呢 这个世界团队的话呢 所以我一直都不说这个世界团队 每一个人在天国和书 都不知道这些人是否真相处 就是人外星人和书 其实呢大家都不知道 一样的人是否真相处 甚至你都不知道你旁边的那个人呢 是不是一般的星人呢 那假如在任何流程之下 是否又因为药物的另一数 不知道呢 自然之后可以做到什么呢 有一个大力问题 可能是否应该说 应该停止呢 坊坊有一分钟准备时间开始 你就可以说了 我是否认了 你再来不让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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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不让一项 收获得的 又是一个事 你得到一项 那你再来不让一项 你再去那一项 那我再来不让一项 就是一项 是不让一项 準備時間結束,現在請由粵方豉油派出一位便員回答。 你有一分鐘時間,準備好請向鏡頭示意。 主席評判,主席各位大家好,今天有方同学說我們要研究,如果我不說,就每天去研究這個真實,去揭露這個虛擬世界。 但有方同學,今天你一句說話說是虛擬世界,人家第一反應會不會不相信你,會不會覺得你是神經病呢? 如果你這樣一句說話就可以令到全世界的人都幫你去研究,幫你去找真相。 但有方同學,你知不知道你的認知中,本來你的認知,這個世界是真實的。 那就不會有人有這個設備去幫你找這個假的世界,因為根本沒有人會覺得這個世界是假的。 那麼你一個人的說話,一個人的力量,可不可以令到全部人和你一起去研究,和你一起去令到這個科技更加進步呢? 然後輪到月方派出一位台下辯員發問,請你必須開啟鏡頭,你有一分鐘時間,準備好請向鏡頭示意。 衝麵 嘗叫,兩次數三 馬騙又可以加大聲少許 你有一分鐘時間,如果好請向鏡頭示意 什麼好? 定 各位交通日幕線危機同大家,很理屈想法地可以利用虛擬世界的技術去幫助視障、成像的人士,促進文化發展,三個字,靈論性 什麼技術呢?怎麼幫助視障、成像人士呢?我相信連全世界中最領先的專家都不知道有方說 問題是知道虛擬世界的存在,為什麼就等於可以掌握虛擬數碼技術呢?我找個比喻 古往今來都很多人公告天下說世上有鬼,請遊方直接論證,知道有鬼存在是否代表可以研究出鬼神之都呢?多謝各位 正方有1分鐘準備時間,現在開始 我們來請大家回討伴一下 我們來討論一下 你好 對 你 我 你 我 我 我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进入第二轮台下发问 请先由正方派出一位台下be Jas 订阅发问 你必须开启镜头 還有一分鐘時間,準備好請向鏡頭示意 聽到,準備好請向鏡頭示意 可以 早上,各位,大家好 各位,有關聯合的發言,性安全性,最重要的投身 但按理想,你們講的時間,聽到,不及安全 就不覺得安排小孩可以殺人口 是一個秘密比良人,知己的人會給人口 但全世界都知己的肉品人口 甚至有說第三方很情悅,但迫使在不經驗的情況下 也不是救過口令安全 第三方全面覺得,看力不信眼,都可以令人載死 所以無論是否說 好,現在是反方一分鐘準備時間開始 好,現在是反方一分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准备时间结束,现在是反方自由派出一位辩元回答,你有一分钟时间,准备好请向镜头示意 准备好 准备好 视觉那么大风险和那么小风险,为什么要量害除其重呢? 刚刚有方同学就跟我们说,我们为了人类文明就不应该自私想自己的生命 有方同学,求真和道德其实是并列的 是否一种普世价值呢?会大于所有普世价值? 为了道德、为了公义,你是不是要宁愿求真呢? 我方不认同 因为其实我们在做实验的过程,我们都不是违背道德 那我们要为了真相之外,都要确保自身危险 不是好像有方那样一比为了求真这个方法,其实完全不对 多谢各位 接着是轮到反方派出一位台下辩元发问 请你必须开启镜头 你有一分钟时间,准备好请向镜头示意 是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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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 再各位,大家好,要做选择解决问题 有方说到离乎其中 但你主编讲明虽然世界都有第三方控制 又有独立思想,请右方解答 一,无独立思想怎么会做选择,找第三方商议 二,第三方控制你,为什么又肯和你商议 最后当你突然有独立思想 又突然可以脱离第三方控制,想运退商议 维会了你主编所说的设定 推并世界的人,这一刻下一步 可以实际具体去哪,找第三方出来和他商议 多谢各位 正方一分钟准备时间开始 对我的电话 非常紧张 非常尽力 非常非常尽力 很尽力 对 非常尽力 哦 对 对 準備時間結束,現在請政方自由派出一位辯園回答 你有一分鐘時間準備好請向鏡頭示意 聽到 可以 首先多謝有方同學提醒了各位,有方同學就說沒有到立思想 既然我們真的沒有到立思想的話,我們怎樣趕了的話 難道我們就真的有能力去對抗? 有方同學,我們可能的科技已經足夠了 我們可以做商議 那為什麼有方同學又要幫我們選擇呢? 而且也有很多可能性,是程式出錯 可能是他們的程式出錯 另外我們說了,大家就會相信 不說的話就真的什麼獨立思想都沒有了 既然有方同學的獨立思想這麼重要 不說就什麼都沒有的時候 為什麼有方同學還是覺得不說就是最好 說給小神聽就是最好 所以有方同學說會有自我安危的問題 不公佈也有危險的 有方同學說既然不公佈也有危險的時候 那為什麼不是給他們一個支持權 為什麼不是給他們一個選擇權 給他們說一次給他們聽 讓全世界人都可以選擇究竟他們是要做什麼呢? 現在是傑辯環節 雙方傑辯有一分鐘準備 現在開始 我發現他們有些人都可以選擇 所以我們可以選擇 我選擇他們的問題 給他們選擇 然後,我們選擇 對,很難聽 好,你選擇 你選擇 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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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备时间结束,先由反方总结 你有4分钟时间准备好请向镜头示意 准备好 主席、评判、卓卓国,大家好 今天人生三大问题 你是谁?你是谁?你要去哪里? 总结成长 今天有方一夫跟我说 做都没做就说无可能 为什么我要去牺牲,不理安危,社会安稳 去追求不知好或坏 不知能不能追求到有方所谓的文明和社会发展 你是谁?平凡人物?平小人物? 变题中的你就只是一个平凡人 平凡人无力,所以活得紧小、紧微,绝对不是错 有方凭什么将人可以写生取义 人懂得写生取义,说到变成人应该写生取义 否则就错呢? 安危问题有方确保不到 在这里我想提醒有方一种普世的价值 就是没有任何一种普世价值 是绝对凌隔于其他价值之上 例如有方全场都高举而高举到没有法论证的文明发展 你要去哪里? 这条问题之中去是关键词 但好事有方那样,只是知道 各位评判,来做个实验吧 我告诉你,有一个好朋友,他现在正在睡觉 好了,实验结束 请问你知不知我这个朋友的存在? 你知我这个朋友的存在? 是否就等于你有方法可以找到他呢? 万足全场,有方都答不到如何具体有效、海恒 敢找有方所谓的真相 结论就是迷惘人生,出口难尋 有方同学如何达到你所谓的文明发展呢? 于是问题就回到你在哪里? 是,我们现在在虚拟世界 任由我方一副所问 真为何等于好,虚拟为何等于差呢? 其实有方无论证过这个情节 世界虚拟,但你师父你在 正如有方发现世界是虚拟 但依然坚守这个世界所教懂你的求真 和知情权、选择权一样 其实冷静下来想一想 一只据独立思想纪理 过去十几十年有温度的生活 是否比这两个字虚拟更加重要呢? 你是谁,你要去哪里以外 你为什么要天下人陪你一起陷入 我方以赴所说的痛苦之中 知道真相想要改变,而无力改变 是由一副提出善意的方言 已经想提醒大家 人生很困难,有些事情就不要拆穿 因为不应该逼人面对无法改变的痛苦 因为这些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测忍和温柔 有方今天和我方说是否等于我方承认社会不应该进步 我方的前妾你要确保安危 你要确保社会安稳 所以今天变题中的你 我很佩服今天有方所提及的加利略等等的例子 因为他们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 但我今天只是一个普通人 我没有理由去作一个犧牲为这个世界而去发展 而如果你确保到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时候 你可以去求真 但第二,你要进步,你要发展,你要文明发展 但请有方回答 请你举出一个实际的行动 如何向文明发展 今天2012年末日预言 校园枪击,死侍蓝杀,集体自杀等等 面对我方提出这么多消逝的生命 有方都避而不答,无颜面对 而我更加记得过去几年 很多学童无助之下 就一处高处弱下 一个负责任有道德的人 在无法作出任何的保障的时候 应不应该逼人承受呢? 多谢各位 参考练 返方劫便发言时间为3分45秒 然后超时无须扣分 现在是正方总结时间 你有4分钟 准备好请向镜头市,点头示意 dean 嘗嘗嘗嘗嘗 各位 大家好 有方同學一會在這裡強調第三方很壞的 我們反過不了 所以就寧願不說 看著他們辦法送死 之後就分類了澳方可以提出可以商議 可以做完救之後去救人的這個利處 我們 首先我們 我們即將帶你進入香港迪士尼樂園的奇妙世界 相信大家去過迪士尼的人 對這個電車口號絕對不陌生 迪士尼塑造出的夢幻世界的氣氛 塑造出了很多奇妙世界的氣氛 但無論你在這個夢幻世界的過程怎樣 我們都有權利去選擇 不繼續留在這個夢幻世界 還是回去現實 但很遺憾 還有有方同學整場都在擔心 之後就說不說了 不如我們還原基本步 就需要和利弊兩方面去歸納有方的責任 首先在需要性方面 有方就因為擔心 所以就選擇 就覺得沒有需要說就不說了 有方同學其實在中後場那時候 已經承認了其實研究是很重要的 但就因為擔心一個人做不到研究 之後說出來沒有人相信 沒有人幫你做研究 所以就選擇不說了 但其實有方同學的終極立場 都是選擇要繼續擔 之後後來有方同學前進去 跟我們說有危機 之後搬出了加利略這些例子 但其實加利略是因為影響了君主的利益 所以才被人罰的 但我幫你整場都沒有論證過 整場都沒有說過 其實第三方一定是壞的 第三方不一定會有利益受損 所以也不一定會有懲罰 所以有方同學只不過是結果論 因為怕會 因為怕自己會死之後 所以就選擇不說了 事實上其實有方同學 不停地曲解我方的立場 所以世界是很另外的 其實完全不應該因為我去自行 而是要給他們的世人自己去做判斷 就像疫情的事情一樣 你相信是真的那麼嚴重的話 那你說自己戴口罩 如果你不相信的話 你就可以戴口罩 但選擇權都是在你身上的 而不是一開始連話都不告訴他 其次在利弊方面 有方同學從來都沒有比較過 不知與否對世界的影響 有方同學其實很自私的 說就說是對社會好 但只不過是 只考慮著自己的人生安全 國家利率就只是考慮他可能會死 但分略了日深雪對世界的貢獻 其實有方同學整個程都論證不到 為什麼第三方一定會懲罰的 論證不到實惠的 就直接這樣選擇分略了這個利處 其實有方所說的問題 講法邊其實都只不過是陰謀論 全國都只不過是可能 肯定會發生的 但是從來都論證不到那個關聯性 所有學說是一開始都會受到質疑 受到質疑受到攻擊那時候 其實有方同學學員 根本就是想要讓社會原地踏步 比較之下說了這個真相出來 是可以使用虛擬世界的特點 促使不論是醫療科技 還是人類生活水平上面 也有進一步的研究和撤破 不過現在這些質疑都只不過是短期 可以越變越明 所以完全不理解為什麼要不說 再說各位 其實現在這個世界是真的 革命不重要 回歸初心 都是希望自己可以在社會上面 找到自己的定位 留下存在過的行程 至於這個方式是怎樣 還要用什麼方式來達成 至少我們都是有意識地知道自己 是為了什麼而做 為自己的選擇不得 每一次我們離開直線尼之前都會聽到 歡迎請坐直線尼先 我們即將會帶你回到現代化的香港 正正反應了無論直線尼 帶給了我們多夢幻的體驗都好 我們最後都有權利選擇 回到一個真實化的世界 為自己而做才是真正屬於自己的人生 謝謝各位 叮叮 甲方傑辯發言時間是3分59秒 沒有超市,無需扣分 比賽告一段落 本人將與評判少作聯絡 處理分子問題 現在有3分鐘的休息時間 給雙方同學 提提評判 最佳辯論員需要額外評分 每位評判請先選出3位表現最較佳的辯論 再分別給予分數 最佳一位得30分 次佳一位得20分 而下一位得10分 決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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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動提供措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么我认为零食 差不多了 这个位置上其实是相对而是跳得比较快的 如果你要我用简单一句说话 概括甲方的主线的策略或者铺牌就是 人是有知诚权 所以如果你知道了这件事你就应该告诉全世界 这个就是我会很简单的概括整个 甲方主线的核心 当然这个核心不是说不行的 但是有一些问题等一下会补充 相对而粤方这个位置会醒目一点 我觉得他会强调 因为他的论点其实是一些听起来 可能你未必会很认同或者觉得 甚至乎不是挺好听的东西 譬如说个人安全的问题危机的问题 但是他由于在主线上面先去铺牌了 这个理智就是我有些特点 譬如他说他是一无所知的 就算这个世界是虚拟的 是否你能够知道原因是不知道的 你什么都不知道的 总之你是个普通人 知道为什么突然间通灵 你知道世界是虚拟的 但是你也是一无所知的 加入了这个前提下 他的粤方的主线 出来的内容就会比较连换 以及我作为一个旁观旁听的人 我会跟着这个思路去先 先呼物论这样加这个前提是否合理还是对 这个就是辩论之后可以去争论的位置 但是我觉得是有需要这样做的 事关我一直听 老实说我一直在想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我 就是你 是谁呢 第二个问题 知道世界是虚拟的 到底你知道多少呢 到底你是有能力 譬如你已经证明到世界是虚拟的 所以我现在就去想想 我公不公告天下 还是其实老实说 听到整场的感觉 我无论是双方 我都觉得是 不知道为什么 好像突然间双方 都总之通灵 就知道了我世界是虚拟的 然后就在商讨 到底是否告诉全世界的人 听好 那粤方的世界就会觉得 我突然间知道了世界是虚拟的 我告诉全世界的人 是没有人会相信我的 所以那些人会当我是神的 所以就很危险了 但是回来 我会觉得 在这个问题下 隔方我会觉得有件事 我一直都会很想去 听到或者去想到 或者去想 或者去听到 隔方的解释 就是我会有些疑惑 或者奇怪 如果没有理解错 隔方去到中段 负变的时候 就会说 因为一些可能 过往的事件里面 你说出了这件事情 然后你开始能够去召集 不同的人 或者不同的权威专家 一起去探讨这件事情 那之后你才会有一个可能性 去知道这个世界的真相 或者知道这件事情 那我会疑惑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 假设你知道世界是虚拟的 其实会不会应该 我不知道 我在理解那辩题 那辩题 那辩题 就是假设 你可能是我也好 或者是谁也好 它是已经有一些方法 或者一些证据 去证明世界是虚拟的 而下一步只是在想它 散不散发出去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回到隔方的中段 其实很强调 令到我 希望我没有听错 老实说 很强调的一件事就是 你讲了出来 那你才可以去进步 比如可能一些天文学说 你讲出来 那你才能够去大家一起去 接收这个资讯 去一起去研究这个资讯 才能够进步 那但是我就很疑惑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其实按照这个想法就是 我不需要知道这个世界 是不是虚拟 我都应该要做这件事 就是根据隔方的世界 总之你突然间知道了一些 你突然间知道了一些 甚至乎你突然间想起一些 你想起了一个学说 或者一个假说 那你就应该要讲出来 因为你讲出来 那你就会有人陪你一起去研究 那接着这个世界就会进步 就会得到这个选择权的尊重 我自己会觉得呢 这样的那个推演 是不是不合理呢 就并不是的 但是呢我会觉得是太过 因为我是很简洁的 就是如果用回隔方主线的内容 就是专责选择权 因为人都有真相 有权知道真相 然后虚拟世界可能是被操控的 所以你要知道 那接着第二个的论点就是 那个世界的进步 那然后就是讲刚才的内容 那我自己也觉得就是 其实很 就是说跳得很快 那但是我自己也觉得 那但是我自己也觉得有些疑惑 是今场是隔方有成功是挑起过的 但是我会觉得去到台下问答的环节 就是如果我的分子 基本上都是台下问答的环节 才会比较开始分得到那个的差距 那我就觉得比较可惜的地方就是 其实政方有尝试挑起到一些 我觉得是粤方主线有一些的 本质上一些矛盾 应该这么说的 譬如就是说 粤方基本上主要去强调的就是一个 微观的个人的安危 和宏观的一个世界的秩序 但是粤方摆出一个立场 就是可能都会预计到对方 会问你 那如果你说不应该公告天下 你打算怎么样 就是不说就是最好 那粤方就摆出了一个 其实有少少 又不能够说尴尬 其实我觉得是没有 后续去想到底是拿来做什么 就是他给我的感觉就是立场 就是你说我会说的 和一些信任的人说 和一些可能是有相关专业知识的人说的这个立场 我会觉得这个立场给我的感觉 只是拿来在辩论技巧上 轻轻回应了对方这个质疑 但是实际上 深思下去到底这个立场 帮助你去说明或者论证自己粤方的立场 我会觉得是没有什么的 因为其实对方都有问得到的就是 你这么担心人是会痛苦的 你担心如果知道了这个世界是虚拟的 而你没办法寻求出口 大家是会痛苦的时候 所以你不应该公告天下 要全世界人跟你一起承受痛苦 那为什么你又要告诉你信任的人听 去等他陪你一起痛苦呢 或者一些专家都未必会找到出口 或者你说到他们好像不会找到出口 你告诉他他又陪你一起痛苦呢 那这个我都觉得是有点点 其实是本质上有点点的矛盾 就是这个位置 那甚或就是其实我会觉得 我会觉得其实这场比赛 去到一个比较清晰一点 我觉得终于比较分得到胜负的位置 会是越方第一条的台下发问 那因为我觉得今场的台下发问的环节 普遍而言其实都比较 我会觉得是你基本上在循述自己的主线 然后问对面 就是你譬如甲方的问题 多数都会是问 那你不让他知道 是不是真的可以符合到那些知情权 是不是真的对他好呢 就是这类型的文化 就是当年11年的时间就是这样 那反而呢 就是越方第一条台下 我就会比较叫做抄得到 比较叫做直击到对方 就是甲方呢 他那个叫做论证的那个的未完整 就是说的 甲方假设我们知道了一些东西 公告世界 大家可以一起去寻求这个世界的进步 那然后就很好的类比 就是譬如说 这么多年来都有人说风水沿岸 有人说鬼的 那你能不能够证明到 这件事是存在与否 就是有没有办法做到 说了这么多年了 公告天下那么久了 那我觉得呢 这条问题 其实反映了一个核心 或者我自己的看法 就是呢 会逢去到这些这么虚无的变题呢 其实我会觉得是更加需要呢 是有两个的关注的重点 第一个重点就是 你应该就不会好像政策性的变题 有很多的例子啊 数据等等的了 但是就要很想清楚到底 相关的例子 是不是听出来 第一是容易理解 第二是能够符合到那个理解立场 那譬如甲方举了一些 可能是什么 高伯尼啊 加利略啊 或者甚至说疫情 或者是有个什么无限宇宙论 我会有一点想到就是 譬如无限宇宙论 它是不是一个假说来的呢 如果它只是一个人提出的一个假说的时候 那就是不適合在你今天这个站方底下 你已经知道了 世界虚拟的这个要求的一个情景了 譬如疫情那样 疫情你可以说它是隐瞒了一些真相 但是它隐瞒了一些真相 代不代表那个和虚拟的关联在哪呢 其实我是若隐若然明白你们的意思 但是我自己就觉得是需要 有多少少的解说和类比 令人更加容易去理解 是的 那第二件事呢 就是这些例子或者类比的时候呢 我自己觉得是 在这种类型的辩题下 是需要多一点的这些类比去引导听的人 去跟着你的思路走去更加容易相信你 因为很坦白说呢 我自己觉得这类型的辩题有别于政策辩题或者利弊辩题 政策辩题你可以非常理性充分地用数据 用一些宏观的分析去证明自己的立场 但是这些辩题呢 基本上我们觉得是很讲求你的演说技巧 而且你整个主线的那个紧密 乃至到导致到产生了什么效果呢 就是你由头到尾都不断呢 是拔着个评判跟着你的思路去 是的 那他就会更加容易去接手 接受你那个立场 是的 而这一点呢 我觉得 只能重复自己的那个说法 比如专重专责权啊 只能重复这个的进步啊 社会进步啊 这些呢 是没有那么有效强力的 那当然啦 月方是一样的 但是月方稍微好一点 我会找到不同位置 比如说善意的方言啊 或者结辩的一种 就是三个问题的框架呢 他都会 比较 我觉得就是我的立场 比较容易去带到 那个评判去跟着他那种想法 或者他那个世界观 去理解一条变题 那越能够做到这件事 我会觉得就 越容易有机会呢 是拿到评判的那一票了 是的 那没有什么补充了 因为大致上来说 这条变题 我会觉得不是双方打得不好的 可能是我在这一方面 我的那个想象力 或者创意力是比较薄弱的 乃至到其中间来说呢 我的确是已经没有太多新的想法 或者观点出来了 是的 那我就分享回 就是我整场就不断在 不断在自己在思考 就是听到中间就是 但是我知道世界虚拟的 那到底我知道是怎么知道的呢 我是到底已经能够有一些证据 来去证明这个世界是虚拟的 那我在不断在想这些前提 比如公告天下就是 我怎样公告天下呢 就是你就像傻佬那样冲出街 那样跟人说 还是有一些方式 去可能譬如你是 一些政府的机构 或者你是一些秘密机构 我不知道 可能有些秘密机构 研究了这件事 发现世界虚拟的 他们应不应该公告天下呢 就是我不断在想这些东西 其实我很老实说 就是分享这些东西 那为什么我会想这些东西 其实就是回到我一开始所说的 其实我会觉得这类型的变题 就很取决于一开始铺牌定局 都基本上很影响后面的内容 而边边去怎么说呢 加得越多这些合理的前提 在那个变题之上 令到评判更加接受你的立场 那个理解的方式的话 那就更加之容易在这个比赛上面 当然是获得那个的胜利 而且是说服得容易理解一点 是的 那我大致的想法就是这样 那将时间交给另外两个行判 多谢大家 谢谢 再请香港大学粤语辩论队前队长 苏健云先生就双方表现给一些朋友 谢谢 那首先多谢赛会的邀请 那在说今天比赛浪容之前 就说有一句说话 公共善其事必先李奇奇 那可能我自己会留意到 就是越方他会有一个 即夹在校服上面的麦 然后甲方就没有了 那这些细节其实可能 即夹在校服上面 之后可以再注意一下 那因为其实你的麦 收得清不清楚 其实都是会影响 例如印象分 或者你的presentation 那这个我第一点 那接着就开始讲 今天辩论的内容 那我自己觉得其实今天辩论的内容 因为它是比较哲学性一点 那所以其实都是回到两样东西 第一就是人应该追求什么呢 第二就是双方在比赛中选用的类比 以及究竟你的友方是怎么回应 那先讲第一点 那人应该追求什么 那其实本身价值变题是没有对与错的 是视乎你怎么去演绎 那甲方就一开始讲那个知情权 然后讲讲一下就会去到人类的进步 那这些是没有问题的 那但是去到后场的时候 我觉得就会有少少掉了这一样的 就是整个价值判断 那之后可能看回片 大概就会知道了 那然后我自己会觉得 反方是他有少少走一个 就是不是特别传统那种 就是很昇华的那种做法 那我自己也觉得没什么问题的 但是越去到后面 就是越 就是说话就越难听 那我觉得其实 如果甲方都没给到你去到那个压力的时候 其实就不需要那么快去揭穿自己的底牌 然后跟人说到很消极 那我自己觉得是没去到那一步的 那大概是说这个应该追求什么 那跟着就是下面就是不同的类比和回应 那就是例如我自己一开始就听到 其实双方主便都有说日心说这一样东西 那所以我自己会期待就是 反主可以有一个好少少的处理方法 就是因为尤其是对面已经说了 那你可以再解释 就是为什么他用日心说是用得不对 但是我用日心说是用得对 那然后也都期待就是可能一辅之后可以再出来说 那接着就会变了是不同的情况下 应该有哪些应该说 有哪些不应该说 就是例如很多出来了 什么温室效应 疫情 世界末日 那这样 那其实我自己觉得双方可以处理得好一点 就是你可以将这些事件 将这些类比去到 归纳清楚 究竟然后再画一条界线 就是例如中间有很多不同的说法 说出来 就是例如说 那温室效应可以处理 那样 其实但是有很多科学上面的学说 其实就是我们知道 其实我们都没有办法去处理 没有办法去做任何东西 那这些又会不会想去做呢 那这些都是可以去讨论或者反驳 那接着就是 关于例如末日预言 又或者其他东西 那其实我自己觉得回应上面可以就是说 哦 其实这些事情 怎样都会发生 就是 又或者你可以说就是 末日预言 那个性质和虚拟世界 两样是不同的 那当然你要解释就是 为什么两样是不同的 那接着就是 中间可能在台下 人家的说法文啊 回应里面那些 那其实都会有更加多的例子去谈出来的 那但是自己都是觉得 解释是欠逢的 那就是我的看法就是 例子很多 但是解释是不足够 那因为你们没有好好地 归纳 那和画一条界线 那接着就是 就去到 就是中间有一条印象 比较深刻 那就是风水大师 上一位評判也有說到 這個位置其實我自己覺得 未必難回應 因為其實首先 可以看回兩個的共通點在哪裏 又或者他去說這件事的原意是什麼 又或者他知道這件事 又或者以前很多科學不同的假說 其實他們都是一種謠言的方法 散播 對於當時的政權 這些都是可以去討論 甚至之後 有一個善意的謊言 爸爸去了很遠很遠的地方 我自己也不覺得這個很難回應 因為對象不同 公告天下你的對象很大程度上 是成年人有自己分析的能力 善意的謊言你的對象是小朋友 所以兩者是不同的 所以我會期望你會聽到很多不同的比較 或者反駁 就是為什麼對方提出來的一些情況 沒有可比性去做一個回應 所以整體來說大概就是這樣 再補充多一點 就是我自己覺得隔方的結辯可以採取一個 比較大的路線 就是你昇華的時候你可以 甚至可以踩上一個道德高地 就罵對方是根本不思進取 或者停止人類的進步 這些都是我覺得可以說的 以後可以吃到對方 rather than你去選擇去跳進去搏 因為我自己覺得 結辯和你前場是有一個不同的功能 所以這一點大概就是這樣 小小意見 希望大家可以進步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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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有請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辯論隊 隊員 好 謝謝主席 多謝賽會的邀請 還有多謝各位同學 這麼用心準備這場比賽 我個人覺得這場比賽 其實是有挑戰性的 就是這個辯題 正如前面的評判所說 是一些偏向比較價值的辯題 那我自己都認同 就是去到後半場的時候 都比較難抄低一點點 那辯題就拆解了到前面 兩位評判都說了很多 所以我就不再重複講那一方面 那我就講一講 今天全場可能 在中場的時候 我自己覺得印象很深刻的幾個位 還有講一下可以怎樣再更改 那第一個位呢 其實就是我覺得整場比賽 其實正方 就是隔方和粵方 其實正方 其實爭論的事情 都在講一種trade off 一種的取捨 那正方呢 就很 即是很positive 很主動地這樣說 如果說是給全世界聽之後 就會 那些人會對社會做出一些貢獻 會有發展 那樣 但是反方就比較 concern 就是關於安危的問題 那我覺得呢 其實這個位呢 是去到結辯 或者比較後場的時候 其實負辯或者結辯 可以 summarize的位置 譬如正方可能說 譬如正方可能說 反方其實今天就是覺得 因為所有事情都未知 所以就很被讀 很消極 那但是正如在 可能在加利略那個時代 那他那時候說這件事情出來 或者他提出一個新的學說 都不知道會不會帶給 像是反方所說的那些個人危機 或者世界混亂 但是他都用一個很積極的心態 去去去做 就不是好像反方這樣 畏首為美 但是很可惜的正方今天 不完全揭穿了反方的底線 就是說沒有說到反方是什麼都害怕 那相反的呢 反方其實都可以 警告正方就是说 其实正方是用我们全人类的 现在和未来去做一种 赌博就像赌徒心态 觉得什么都试了先 未知因素可能会正面的 所以我们都试了先 我觉得这个位置是正反 双方都未说去到最尽 讲到对方的底牌出来 第二个位置就是 主线的透链 反方的主线其实 我觉得不是很扣到标准 不是很扣到一些实际的影响 去到后场都只是不断重复 可能说有一些个人的危机 或者世界混乱 但是就未说针对到 变题这样去说 比如说确实会遇到 什么的危险 正方的主线都 我都同意前面的位评判所说的 可能背景或者立论 会过分简单 可能整句主线 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 因为有知情权 所以我们就要公告天下 我觉得有点像是直视逻辑 其实对方很容易就会反问你 是否无论今天的变题是什么 就是你知道任何东西都要公告天下 就变成了正反双方的立论 都没有针对到世界虚拟 这个位置去讨论 我主要想说的就是关于这两点 前面两位评判都讲得很详细 所以我也没有什么特别补充 希望可以帮到各位 谢谢 谢谢 谢谢三位评判 今天的比赛结果已经在我手上 现在由我宣布赛果 首先是最佳辩论员奖项 今天的最佳辩论员是 甲方补血会上至英文书院的第二副辩 龙子恩同学 恭喜 至于今天的赛果 甲方得票 零票 粤方得票 三票 换句话说 今天胜出比赛的是 粤方德兰中学 恭喜 这场比赛到此结束 多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